而台东县金风乡的年度盛世 洛神花季系列活动 也在20号正式的开跑 率先登场的活动是 花县洛神全国传统射箭锦标赛 吸引了各地的神社手前来一拼高下 金风乡长宋贤一表示 近年来乡公所结合了在地的产业 推动爱运动金温泉丰洛神 希望借由系列的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到金风乡同乐 321请接目 台东县金风乡一年一度的 洛神花季系列活动 20号正式开跑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捅洛神 活动现场另一边同步登场的是 花县洛神全国传统射箭锦标赛 来自全台各地的神射手在艳阳下摒弃凝神 集中注意力射出手中的箭 争夺冠军荣耀的宝座 我们107年落神花季系列的活动 今天活动是全国落神花季的浙箭比赛 我们参加的选手总共有484位 那参加了非常的踊跃 是从花年来的 这一次的选手参加的人数也将近700多位 可想而知是历年来是最多的一次 而且每一个人也在这几个月里面 这个如火如土的在自己的射箭场地在训练 所以说今天呢 大家的成绩看起来都很不错 2018金峰湘落神花季 从10月20日至11月30日 每周六日都有不同的系列活动登场 11月27号是我们的落神花的 记得我是疯子夜传比赛 那11月28是我们全国路跑赛 在金峰的嘉兰村 那11月3号是我们全国捅落神花的比赛 那我希望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能够来参与 金峰湘工所近年来积极运用 乡内温泉农特产及文化体验 推动爱运动经温泉风落神 要让民众感受到不一样的金峰湘身心灵鸡汤 记者夏佳慧金峰湘报道